吴磊赵露丝吻戏背后的秘密导演求人气 吴磊和赵露丝是目前处于人气巅峰的两位中国艺术家 中国电视剧银河系成功地在吴磊和赵露丝之间创造了非凡的化学反应 吴磊饰演的林布一是一位爱上纯情少女的皇将 承嫂上饰演的女孩过着自己的生活 赵露丝饰演赵露丝和吴磊从搞笑到悲伤的爱情故事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难怪赵露丝和吴磊的一切以及这部国剧都被人津津乐道 赵露丝和吴磊的感情并没有形成 两人在拍戏期间都忙着建立化学反应 此外床上还有一段浪漫的吻戏让粉丝们为之倾倒 在接吻戏里原来有导演化名托韵人像吴磊和赵露丝 发布会上导演很高兴看到吴磊和赵露丝在片场 关于吻戏导演一再要求吴磊和赵露丝更受欢迎 你话太多了 现在亲他 导演对吴磊和赵露丝说道 不是这样的 赵露丝说道 对吴磊和赵露丝很满意的导演 立刻提到了观众的名字 快亲 观众都想看你的亲吻戏 导演说 当赵露丝亲吻吴磊的脸颊时 导演立刻认有两人亲吻在唇上 不是在脸颊上 而是直接在嘴唇上 导演又说 直接走 吴磊震惊地说道 赵露丝和吴磊立马亲了上去 让导演喜出望外 哇 原来赵露丝和吴磊最合适的角色 就是银河的导演本人了 你怎么看 迪丽热巴和龚俊的《安乐传奇》 一个猥亵王子殿下的好色女土匪 发布公告 一小时吸引了280万流量 仙侠古装剧《安乐传奇》是迪丽热巴和龚俊的顶级组合 上演了花痴强盗调戏王子殿下的虐恋情节 首支官方预告片今日 21日首播 上线一小时内点击量超过280万 由于该剧去年11月完成 现在很期待预演 距离最终上映应该也不远了 当迪丽热巴和任嘉伦在优酷联合主演时光之初遇见你和老友归来时 他们打破了战内1万的收视率 刷新了优酷收视记录 《安乐传奇》也是优酷出品的S家古装大片 所谓S家是平台投入最大的制作项目 演员也不是一流的 该剧改编自零星小说地书 原著的粉丝已经不少了 迪丽热巴还被邀请来搭配新进的小生公军 前后场景与顶级配置一致 节目播出前就轰动一时 一出事就上了热搜 此前因为龚俊的团队积极播出该剧 但南方粉丝纷纷吐槽迪丽热巴在宣传上非常不尊重人 态度冷淡不合作 反倒是迪丽热巴的粉丝回应称该剧的热度已经很高了 宣传操作简直就是这样一个画蛇天族之举 引爆了双方粉丝的互私 可见该剧的关注度有多大 已收到 安乐传讲述了原国创始人紫渊帝因家人受委屈而被流放的故事 他化身土匪 改名为任安乐 他决心查明真相 主动接近大晋王 大晋王寒叶温柔如玉 深情执着 他和被指定为太子的嫡子渊是青梅竹马 后来王室灭亡 寒叶却没能救出他们 期待已久的预告以迪丽热巴的一句话我叫任安乐 来当公主拉开序幕 君的感情戏也很感人 尤其是公君说我曾经暗恋过一个叫任安乐的女人 但我会保护嫡子渊一辈子 然后他吻了吻她的额头 充满了热情 果然预告无敌 粉丝争先恐后的围观 高呼 任安乐有脸有脑 期待迪丽热巴 看殿下官剧 等又上了热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